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祂的心里有蓝图 祂的时间不错误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们 你好 我是陈蒙恩 从今天开始 我要与你分享一系列的信息 主题是 做主眼中有福的人 做主眼中有福的人 我想从新约圣经里面来看 主眼中有福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今天我想先分享第一课题 做虚心的人 做虚心的人 请打开圣经 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第五章 我们从第一节 看到第三节 第一节 看到第三节 请听我读出来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既一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知道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有一个背景 特别在第四章的最后一节 这样说 他说 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 底加坡利 耶路撒冷 犹太 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也就是说 当主耶稣开始出来 禁止传道的时候 当时有许多人来跟从主耶稣 他们从犹太各地都来跟从耶稣 都是耶稣的门徒 当耶稣看见许多的人 他就上了山 然后他坐在山上 对着所有的门徒 他开门见山的 就把他立心里面 最主要的负担向众门徒传说 在他所讲的信息里面 就是很出名的登山宝信 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那么今天我们思想是 主耶稣一开始传讲的时候 所讲到的九福 我们思想第一福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为何主耶稣一开始传讲的时候 第一件事 他论到有福了 什么样的福呢 是承受天国 这对于当时犹太人来说 好像不是他们切身的需要那样 为何呢 因为就在当时犹太人的背景 他们给罗马帝国统治 几国上下一片贫穷 他们是亡国奴 既没有自由又贫困 在这种情形底下 他们所需要的 按外表来说 就是肉身的宝主 就是财富 就是富足 就是亨通 然而主耶稣开口教训门徒的时候 他不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发财 因为他们必得着名利地位财富 因为他们必拥有地上的成就 不 主耶稣没有这样讲 主耶稣一开口所讲的是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亲爱弟兄姊妹 许多时候 我们的着眼点 也很容易停在一个层面上面 就是我来跟从耶稣 祂要给我平安 祂要给我福气 祂要给我现在切身的需要 特别是末了世代的今天 我们面对许多的竞争 我们面对许多工作的压力 我们对于将来 对于前景 满了忧虑 许多时候 我们所考虑的 所担心的都是眼全的 人所认为的福气 总是熟地的 看得见的 但是主耶稣在此 所论到的有福了 这个福气不是熟地的 是熟天的 不是熟地短暂的 而是永恒的 不是一点点的福气 而是极大无比 永远的荣耀 所以连当时跟从祂的门徒 他们都晓得天国的祝福 让我几个例子 当主耶稣说 天国是他们的 没有一个门徒问他说 什么叫天国 为何呢 因为对于那一般 跟从耶稣的门徒 他们已经从旧业的 但以理书那里 看到圣经里面的预言 预言到有一天 神的爱子 耶稣要降世 他要德国降临 当他看见 有一天主耶稣 他要德国降临 就是米赛亚基督 当他来的时候 他要建立米赛亚国 就是基督的国 所以在犹太人的心中 熟悉旧业圣经 犹太人的心中 他们都渴望着 基督快快来临 有一天 这一般跟从耶稣的门徒 他们认识耶稣是基督 一听见耶稣讲天国的真理 他们的内心给吸引了 地上的得失 地上的贫困 地上的艰难 摸不着他们的心 因为他们的心所向往的 是那一个荣耀的国度 也就是主耶稣 在福音书里面 三番四次地 明明地讲道 用比喻去表明天国的真理 主耶稣说过一句话 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我们的恩主耶稣 他内心所充满的 是神荣耀的国度 他要叫所有跟从他的人认识 不仅仅信耶稣灵魂得救 还要跟从他进国度 原来 主耶稣他拯救我们 不仅仅叫我们灵魂得救而已 他更是要把我们带到将来一个荣耀的国度里面 也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 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一千年荣耀的国度 所有忠心跟从主的 都有份以这一千年荣耀国度的赏赐 所以在此我们能够看见 主耶稣把这个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祝福一摆在门徒面前的时候 对于门徒的心是多么的吸引 所以记得 当主耶稣就快定十字架之前 在耶稣受难之前 当时门徒们就把握最后那个机会 在四二门徒当中有一队的兄弟 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说 夫子 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 你都要答应 耶稣说 你们想求什么 他们说 主啊 在你国度里面 荣耀的国度里面 请你应许我们 我们两兄弟 一个坐在你宝座的右边 一个坐在你宝座的左边 你看见 从他们的祈求啊 就知道他们里面那一个需要 他们里面的需要是 不是求 主啊 你就快离开我们 给我们在地上有财富 在地上有富足 在地上有成就 没有 主耶稣就快离开他们 他们所求的是 将来在你降临的荣耀国度里 我们两兄弟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当然这个祈求 是自私的 然而 在这个祈求里面 也说他们里面的价值观 他们的价值 是追求属天的荣耀 不是追求属地的荣耀 反观今天 我们看见在神的耳里当中 许多时候 我们着重的是地上的得失 地上一点损失 就会摸着我们 巴不得求主 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叫我们真是看见 主要我们所看见的 原来主所要给我们 是那样的荣耀 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耶稣说 天国是他们 不是一个产业 不是属地的一点小小的祝福 是一个千年国度 荣耀的弥赛亚国 是他们 翻句话说 将来有份与主同作亡一千年 这是何等的福气 所以求主开我们心中眼睛 其实主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 在主所讲的天国里面 主实在是把我们众儿里 所有跟随他的人 将我们的眼目 从地上转上天上 从属地的价值观 转到永恒的价值观 从我们的近视 近到这个永恒的一个看见 亲爱的兄姊妹 今天我们都需要有这个看见 若是我们看见 主所给我们的是荣耀的国度 那么我们也要像昔日的门徒那样 甘心乐意 背起自己的狮子架跟从耶稣 即便在立仕途的时候 有艰难 有风波 有变化 也在所不惜 因为十字架犯冠冕 跟从主是荣耀的 因为国度在往 那么我们再试想一想 如何能够承受天国呢 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承受天国 有一个条件 就是虚心的人 谁是虚心的人 虚心的人 在言文里 虚心这两个字 言文的意思是 灵力贫穷 那么灵力贫穷 又说出哪些意思呢 那我做一个比喻 当一个人 肉身贫穷的时候 他就很渴望富足 他肉身贫穷的时候 他渴望富足 肚子饿的时候 就想吃东西 自己可以保住 一个人 邪恶贫乏的时候 他就渴望 自己能够有多一点的邪恶 但圣经所论到的是 灵力贫穷 灵力贫穷的意思是 是你的灵 有一个渴求 在神面前 这个灵是有渴求神 我们知道 能够叫我们的灵满足的 只有神 所以 在我多年 竹林布道会的时候 我常常有这个经历 一个世人 无论他在地上 地位有多高 有多成就 有多富足 他里面 照样是虚空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当布道会到最后面 呼召的时候 有时令我最感动的是 呼召的时候 很多人来到台前 满满的 特别在大型的体育馆 竹林布道会的时候 几百人 满满的在台前 然后当你带他祷告 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 我最感动的是 当我睁开眼睛 望着台下的观众 我看见一个 一个一个的感动念口 有的流泪 上了年纪的 年长的流泪 年幼的流泪 青年人流泪 甚至 中年人流泪 你会看见 为何他那样感动 无他 就是因为他得到 耶稣做他的救主 我有时思想 那些节制性 耶稣的人 事实上 他们在那一刻中 他们的环境 难处 还是这样难处 身体有病痛 照样有病痛 他们在生活上面对的困难 照样要面对 但是 有一件事情改变 就是他们的心灵改变 因为 当他们 接受耶稣做救主 他们虚空的心灵 满足了 被造的人 不再像宇宙的孤儿 而是回到 照顾主爱的怀抱里面 全能的神 他的爱 拥抱着 赎他的人 所以当一个人 得到耶稣做救主的时候 他的灵满足了 他的灵满足了 他就喜乐了 所以你看见 流泪之后 一个个都露出了 轻松的笑容 实在感人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有一个经历 就是喜乐 就是轻松 就是安息 就是平安 为何呢 不是反景改变 而是 耶稣与他们统战 他们的灵得到保住了 所以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言文的意思 灵力贫穷的人有福了 一个灵力贫穷的人 他就科目神 然而 今天这个世代的危机是 在许多神的儿女当中 出现了两方面的危机 第一方面的危机呢 是心灵沉睡 这个心灵沉睡 就是许多人 服裂了他自己心灵的需要 他常常服裂了 自己心灵的需要 肉身有什么需要 他立刻顾到 比如说 我这段时间工作很忙 我需要放放假期 休息一下 当然这很正常 他立刻会顾到 我需要 某一个方面的需要 他立刻会照顾到 那方面的需要 但是 且敷裂了 心灵的需要 所以 所以 许多神 儿女 他有时间看电视 有时间玩电脑 有时间 为了自己很多的娱乐 却没有时间 到主面前去西地祷告 却没有时间 专一地去追求一下 圣经神的话语 以致他的心灵枯干 以致他的心灵 解得十分的枯干 乏力 这就是生病的地方 甚至用许多地上的物质 要来满足自己灵的需要 用错了药 圣经说 以别神代替以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必加征 以别神代替以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必加征 即便我们用地上任何的事物 来代替与主之间那种交通的享受 是绝对代替不来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见 有一个人名叫大卫 他的一生蒙神赐福 他蒙神卷卷月纳许业的盐君子 他十分单纯的渴慕神 他怎样渴慕神 让我读一处的圣经 记载在诗篇的第27篇 诗篇的第27篇 第四节 诗篇的27篇 第四节 请听我读出来 大卫说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能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龙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我们看见 大卫在神的面前 他为了神的需要 他那一个的祈求 不是为别的 他不是求神说 神啊求你叫我恒通 神啊求你叫我顺利 他没有 他说神啊 我只求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我一直要寻求的 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瞻仰他的龙美 就像一个小孩子 在他的心灵里面 叫他最大的满足 就是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 任何的婉祭 最喜欢的婉祭 都代替不了 都代替不了 他父亲在他心中的地位 所以我们看见 当他来到爸爸身边的时候 父亲抱着他 他已经满足了 亲爱的兄姊妹 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唯有父神叫我们满足 大卫就是这样 他说 我一生里面 一直求一件事 就是可以住在神的殿中 瞻仰他的龙美 享受他 然后他又说 在第八节他说 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在这些圣经里面 你说 是指神说 神把他的心意 他里面的渴望 告诉了大卫 他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神是渴望着 所有神的儿女 天天祷告亲近他 寻求他的面 就像做父亲的 是渴望他的儿女 常常来到他的身边 这是神的愿望 亲爱的兄姊妹 神有一个意愿 要得到满足 就是尊儿女的心 都归向他 然而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里面 地上每一件的事物 都要争夺我们的时间 都要霸占我们的时间 撒旦要借着很多地上的事物 来抢夺我们 与神之间交通 祷告的时间 亲近神的时间 所以我常常叹息的说 有的基督徒 他有时间看一份 很厚的报纸 却没有时间分别 十分钟在神面前 屈膝祷告一下 看长一章的圣经 都解得长 实在说不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实在需要 灵力贫穷 我们需要科目神 像大卫那样 他说神啊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你有这个意愿 我正要寻求 我就是科目寻求你 难怪他成为 和神心意的仆人 当然今天 我们同样 能够摸着神的心意 安慰神的心 不再让任何的事物 来取代我们 与神之间的交通 与神之间的来往 让神充满我们吧 让神的爱 拥抱我们吧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需要 你干渴的信仰 需要神的爱 需要神来充满你 任何属地的事物 都帮不了你 唯有神的爱充满你 你干渴的心灵 才得到保住 这个世代的危机是 第一是心灵沉睡 第二是心灵自满 许多人对心 很容易自满 正像主耶稣 在启示录第二 第三章里面 论到教会的七个时代 他预言到教会的七个时代 最后一个末了的时代 称为老底家教会时代 主耶稣论到老底家教会时代的时候 他预言说 这个教会时代 是外面富足 里面贫穷 是自满的情形 所以圣经说 你说 我是富足了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你是困苦 可怜 贫穷 狭眼 赤身 我们看见 主耶稣论到末了世代的危机 就是神的耳里 落在一种对耶稣 不能不乐的情形里面 然后 又是里面自满 我们知道 这一个自满 就很容易叫我们 对于神的话 失去了新鲜感 失去了科目 我们很容易信主 三五年之后 就老旧了 内心与神之间的感觉 就成就了 失去了新鲜的爱 新鲜的科目 这就是自满的情形 所以 灵力贫穷的人 事实上 灵力贫穷 第一方面包括的是 心灵科目神 第二方面 也是包括的虚心 所以中文翻译虚心 也是对 就是他包括的谦卑的信 其实主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灵力贫穷的人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 主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要负我的恶 写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到安息 主耶稣本身 他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人 他内心谦卑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稀奇 起了奴仆的形象 然后降世为人 称了人的样式 却遵行神的旨意 为了拯救我们给定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难怪圣经说 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就是谦卑 我们知道为何说 谦卑的人能够承受国度 因为神祝福的原则是 他赐福给谦卑的人 阻挡骄傲的人 一个骄傲的人 他属灵的光景不能再长进 他属灵的生命不能再往全 怎么能够承受国度呢 所以在神面前 最得罪神的就是骄傲 无论是神的儿女 神的仆人 很要紧的一件就是谦卑 我们知道 在这宇宙中 曾经被造的天使长 背叛神成为撒旦 就是因为骄傲 而主耶稣 祂是谦卑 降卑自己 成为我们的榜样 降卑在卑微的马超里面 然后又在哪撒的城里面 我们看见主耶稣是那样的降卑 然后 祂给我们留下榜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从祂的角中心 修主教我们能够更加的谦卑 而谦卑就是要付主的恶 恶就是预表实事假 表征实事假 有时主量一些环境给我们 我们的天性里面 每一个都有骄傲 在我们血轮里面都有骄傲 神许可一些环境对付一下我们 私下破碎一下我们 然后这一个破碎 就叫我们学习谦卑 多年来我自己也学到不少这样的功课 我记得常常有机会 逐领很多类型的布道会 看见许多人归向主 但是我最怕是布道会完了之后 有的弟兄姊妹很兴奋地告诉你 今天的信息很好 很感动 因面来说你当然是很高兴 虽然表面上说 神得恩典 神得恩典 类型有一点沾沾自喜 很容易偷了神的荣耀 结果回到家中 第一件事就是祷告 求主赦免 所以我也在此恳请我们每一位 真是能够以主的心为心 柔和谦卑 父主的恩 邪主的样式 这样主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量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若是我们效法主 活出一个悉心的人 一个灵以贫穷的人 活出主的样式 那日主荣耀的国度 我们就有分量 好 今天我与你的分享 就停在这里 宴神祝福你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就是我们 我们的心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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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雪会被处于喜爱 耶和我地